老师 老师 mesmo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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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大耳机 比证的那个过程 你们是从怎样发现 到怎样发展前 因为我了解 今天你已经设置这个画廊 部分的原因主要都是你大儿子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的成长故事吗 我的大儿子名叫哲宣 今天他已经是25岁了 当他发现自闭儿的时候 那个是3岁 就是22年前 所以那个时候的资讯真的很不广 一发现到他 我们就往医院 然后那些治疗中心的两边的跑 然后他们的自闭这些 就是因为自信不够 我们需要有一个团体 父母的支持 然后就慢慢的来培训他 做一些感觉通合 医院治疗 各个方面我们都需要 跟医生去配合 就可以说是不容易走的这一条路 但是在他六岁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他有了这个画画的天分 可在什么时候看下 你会知道吗 就在当那个年代是因为是幼儿园的时期 他会抓笔的时候 他就拿起笔来拿哪个纸张 第一个他就会是涂牙 就抓着颜色也是涂牙 就有时候会画出一朵花或者是就对每一个笔和纸很感兴趣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他应该是对画画的这一块有那个天分 所以过后我就往这个方向走 就陆陆续续的去找老师来培训他 过了整十岁左右 所以我们就有看到他对画画这块有成长 然后一路上还有其他的父母一起来配合 我们因为我们之前主要有跟父母这么一群的朋友 就介绍互相的介绍老师 之后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他很大的成长 过了第十四岁到十五岁 那个时候是他小学过后的进入青少年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太过喜欢了 因为每一次都有做不同的画画 然后那个方式和他的色彩都一直在进步 最后到了第十五个年头 我们就经朋友的介绍 遇到了现在的这位老师 他叫Honey Call